嗨大家好我是小才 今天视频开头我要跟大家提醒两件事 那就是最近换季 首先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暖天衣 不要像我一样中招了 那你们可以听到我现在嗓子说话 就是有一点点低沉 就因为我感冒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换季同样会很容易带来皮肤的过敏的问题 所以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保湿 要注意用温和的护肤品 不要用太刺激的 不然话长几个痘痘是小事 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过敏 哇那整个秋天就难受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又是一期唠嗑的视频了 之前我跟大家做过一期 讲我在剧组里面发生的一些八卦的视频 对不对 之后就有不少小伙伴催我 问我什么时候做第二期 那今天呢就是满足你们 虽然说我拍过的戏不是特别多 但是对于你们提的那些问题 我还是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的 好那现在我来打个底 好我现在打底打完了 今天打算用一个以往 没有尝试过的颜色 黑色 就其实这种是真的很容易翻车的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翻车 如果今天翻车的话 就当个搞笑视频来看 然后说回拍戏这件事啊 我发现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 小菜你有没有遇到过潜规则 或者是性骚扰这一类的事情 首先我要说潜规则啊 其实它并不只是就很多事情 其实都可以包含在潜规则这个范围内的 但如果你单指潜者的话 那我觉得除非你自己就想要去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大部分剧组里面 其实你不太会遇到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拍的戏不多 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算别人暗示我了 我可能都get不到那种 所以的话我其实还真的是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是说性骚扰这件事情啊 我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该不该算是骚扰啊 但是它确实在当时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迟迟不敢下笔 真的有点忐忑 就你们知道在剧组里面很多演员都会带助理的 那我呢其实就没有这个习惯 可能是因为平时玩cos比较多 那就是一伙人上山下水的 都已经习惯了自己自租 所以即使是到了剧组 我也就没有会想说是Ava给自己找一个助理啊之类的 而且我这个人其实是属于那种性格上 不愿意麻烦别人的那种 那我当时拍那部戏呢 我又是主角 那我没有带助理 然后我也很习惯就是和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同吃同住 那比如说他们在马路边上吃盒饭 那我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在马路边上吃盒饭 而且他们其实都对我挺好的 就他们有时候看我蹲在那里吃饭可怜 就还会拿那种就是道具苹果箱 给我搭一个小桌子 然后让我好把那个饭菜放在上面 但有两次来就是被导演还有制片人看到了 他们就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 所以就让公司帮我找了一个助理 结果呢这件事情用别的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 本来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主演已经挺可怜的了 但没有想到找了这个助理以后 我变得更加的可怜了 找的那个助理啊 就嗯是个新手 当时他一来他就说了 说自己完全没有经验 只是想要来剧组 然后看一下大明星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真的很抱歉啊 可能你到我们这个剧组来 见不到什么明星这样子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助理其实是一个 从早上叫演员起床到帮演员洗衣服 都可以做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是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的 而且对方是个女孩子是不是 我就跟他说 那平时在片场的时候 你就帮我看好东西 背好包 放饭的时候帮我去拿一下饭 然后叫你不要跑远 我有什么事情要叫你的时候 人能够立刻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他当时啊 大概一等是挺好的 但结果现实就是 好几次我早上已经在化妆间化妆了 然后他才沾沾来吃 我总觉得今天这个妆会翻车 好害怕 然后他在片场 这太脏了吧 完了完了完了 我决定去卸一下 好了我们继续吧 刚刚有说到 就在片场的时候 他也是不在线 就比如说经常我找不到他人啊 或者说没有看好东西啊 这些的 我最受不了的 其实是他每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都有意无意的会凑得很近 他会突然俯下身来凑到你耳边 然后轻轻的说 你要不要喝水啊 我帮你去倒杯水好不好 你现在饿不饿 要不要帮你拿饭 就你们知道吗 这种感觉 因为他无论是从外表 还是说他的整个状态 其实他给人感觉就是 他非常的迷糊 有时候我站着 或者说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还会靠在我旁边 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呢 他会靠过来 看你在发什么 比如说我站在这 他就会靠在你身上 那我可能就 好像别人跟他说什么话 他也听不明白的样子 都是一份 啊 的这种状态 加上他其他事情也做不好 所以到后期 剧组其他工作人员 看到他靠近我 都会想办法把他给支开 就其实还挺感谢他们的 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 会不知道怎么开口 而且他自己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不太懂礼貌吧 就也会冒犯到其他人 后来反正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被辞退掉了 他走的时候还很不好意思的 有跟我说 明天我不来了 没有照顾好你 然后他因为搞丢我一个水杯 还赔了我一个水杯 所以可能他也是无心的吧 我感觉今天真的 可能是不太适合化妆 一点手感都没有 好了 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有好几个小伙伴会问我的 就是关于演员在剧组里面 又替身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辨证的去看待他 哇我感觉甚至要去蹦迪了 哇感觉加这个亮片之后 这个妆突然就有灵魂了 我之前在剧组的时候 倒是不太常会遇到替身这回事 一般来说是拍打戏的时候 那舞踢是比较多的 我给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有左拍一个短片 那个短片里有很多的武打镜头 所以的话当时也是准备了 挺多的武术替身演员的 那他们也是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替身演员 但是实际上那个剧本里面我没有打戏 直到后来有一个镜头 是我拿着匕首 然后去行刺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手部的特写 他们就把我支愣开 让那个替身演员过来 完成了这个镜头 当时我就有点纳闷 我还心想说 这个镜头这么简单 何必要用替身演员呢 我难道不能完成吗 我还特别好心的去跟他们讲说 说他的手跟我也不一样啊 会不会穿帮啊 要不还是我自己来 然后副导演就把我拉到一边 悄悄跟我说 他今天如果一个镜头都不拍的话 那就算是白出工 他就拿不到工钱 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是非常理解的 因为大家说实话 出来赚钱都不容易 而且像他们这种武术替身 真的赚的就是辛苦钱 所以你们也不用觉得说 演员用替身就是多么不敬业的表现 很多时候像一些镜头 用专业的替身演员来拍摄 其实效果会更好 我也有遇到过就是会感觉不太舒服的替身事件 就一般演员进组签合同的时候呢 会签一个工作时间 比如说每天不超过14个小时 或者是16个小时这样子 那往往在实际当中呢 大家为了赶工买 那常常会遇到比如说要大夜通宵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真的是要看人了 就是大家合作愉快嘛 那可能就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究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就是在行使合同的权利嘛 我当时拍那部戏啊 就每天都挺赶的 都是从早拍到晚 偶尔还会有大夜的情况 然后有一天拍夜戏的时候呢 有个演员他就不干了 说什么也不愿意拍了 就通过经纪人跟剧组施压 那双方是各执一词 演员方是说他们超时了 今天不能再拍了 那剧组呢是说自己没有超时 最后他们沟通的结果就是 先拍那个演员的镜头 剩下的呢由替身来完成 当时是一个在餐厅里的席 我们四个演员一人坐在一边 这样的话肯定就是都要带关系去拍嘛 反正先从我们三个的背后 去带关系拍他正面的镜头 把他全部拍完了之后呢 他就扯了 然后由副导演穿上他的衣服 然后再过他的键拍 我们三个人正面镜头 说实话当时是有一点点不高兴的 这种小情绪肯定会有嘛 对不对 那我还心想 我每天早上是最早出工那一个呢 我都没有说什么 你有何必呢 但是既然一开始 自己没有提这方面要求 那也就不必再说 就配合好剧组的工作就可以了 今天的妆就化完了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翻车哦 我决定去找点道具来搭配一下 怎么样 这个耳机是不是跟今天这个妆比较搭 酷有点炫 你们等一下我把他灯打开 这个耳机啊 我真的是要跟你们安利一下 他是15的新品 音质是在他这个价位里面 真的算是非常好的了 而且他是用蓝牙无线传输的 就让你没有线的束缚 最重要的是颜值超高有没有 他这个灯啊 还是可以随意变的 蓝色绿色粉色 而且我下载了一个他的APP 就他这个灯的颜色是可以随意去换的 换一个跟我衣服比较搭的颜色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整体的造型设计 包括他这个耳朵啊 他的耳朵是很饱满的那种的 戴上的时候舒适度很高 耳罩也很软 就感觉直播啊 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 戴上他都是加分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出门偶造型 或者是拍摄当做道具 应该回头率都是百分百 好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到尾声了 最后嘛让我再来画蛇天足一下 好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放我一键三磊哦 我是小财 黄静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